眼睛男開著車坐在副駕的女子不停提問 問男子在哪裡發生的 男子回答在公司宿舍KTV 男子眼睛盯著車外遠方完全不敢轉頭 往右看還回答得越來越小聲疑似心虛 男子問我們還有機會嗎 女子說你還敢問 你跟我吵了那麼多次 說我懷疑你侮辱你的清白 這一問女子爆氣開罵 車內空間瞬間凝結 原來這兩人是男女朋友當面開撕在車上對職 這起事件被公布在臉書 文章寫眼睛男上班期間多次與女同事 在公司內宿舍KTV包廂發生性行為 剛在6月9號原定與未婚妻登記結婚前兩天 在上班時間直接載著其他女子去汽車旅館 被未婚妻抓到 眼睛男未婚妻說 未婚夫與外遇對象 兩人都有固定交往對象 如今婚約解除 非常遺憾七年多感情 被迫截斷在如此不堪情況 辜負大家祝福 對此該男子任職的公司回應 員工個人私領域與公司營運無關之相關討論 不予評論 不過先前群窗光電 許新已婚處長也是爆出不當男女關係 但群窗內部信卻幫他轉達 造成相關企業與關係人不必要的傷害 請公司代為表達歉意 被反酸 這名處長背景印到公司幫他寫道歉信 另外也有人分享 有公司錄取通知載明 不得在任職期間亂搞男女關係 認為科技廠這種事情 多到需要白紙黑字告知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